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灯高和寒食 何为灯高? 就是爬高山 而且要空着肚子 寒食呢? 就是吃斋 一切的斋菜由于不带油类和肉类 就被当作寒食 按照这个说法 我们在秋天一到的时候 利用9月9这段时间来治疗身体 那么就能重阳了 所以这个节日 我们以前也称作寒食节 在国外 人们称它为斋节 可是我回国之后 看到我们中国人对这个9月9 好像已经不是很了解了 也没有去研究它了 仅仅是把它看成老人节 他们为什么称这个节日为老人节? 就是现在的人在想 那些人怎么能活到那么老 身体为什么还会那么健康? 其实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毛主席以前也很注重它 把它定为老人节 所以这个节日 其实是我们中国的光荣 很值得大家去回味 去弘扬 我们下期待会儿